大家好 我是杰西 那我们今天又要来翻译学英文了 昨天用的是日文的题材翻过来的 今天是用英文的题材翻过来的 这样比较公平 好像对大家想学英文的话 好 那可以的话就麻烦你先暂停影片 或者是说你是看部落歌你就先停一下 好 写翻译 然后完了之后你去对答案 看看哪里错 大声的把答案念出来 好 练习 然后跟帮助记忆 然后呢 最后的时候 你再看着这个题目 看你能不能流畅的讲出答案 这是杰西昨天练习日文的方法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这个是有关于电视节目的 我们就直接来看哦 好 第一题 这是我看过最棒的一集 这个一集怎么办 在英文的话集叫做episode 对不起 episode episode 好 那季的话 这个season是一季 第一季第二季的那个季 好 第一季第二季 season one episode two 这样子 好 那最棒的 this is the best episode this is the best episode I've ever watched this is the best episode I've ever watched 这是我看过最棒的一集 好 那这个 I've ever watched 这个叫做行动词指句 假如你还不知道 什么是行动词指句 没关系 你就先大概知道 这样 这bnc用来修饰这个前面的这个episode 好 这个中文不太会这样讲 可是英文会讲 最棒不就是最棒 可是最棒可以很多个 best episode one of the 可以 one of the best he i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记得这后面要加s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好 那谁赢了大奖 这个谁赢了大奖 这个who就是主词 所以呢 直接赢就用过去式 为什么 因为赢了大奖 已经赢了啊 who won the grand prize who won the grand prize 好 谁赢了大奖 这个we won one 他这个one的声音就是 他的发音就像1 2 3 1 2 3 那个one 好 很多人都念不好这个字 需要注意一下 好 谁赢了大奖 谁怎么怎么样 用这个句型 好 昨天花莲有大地震 好 大地震 有大地震 很多人就说 花莲has big earthquake yesterday 好 不对 在英文的话 前几天刚好解释 有看到的话 解释又讲到一个是 there is there are 的句型 那在过去式 我们就用there was there was a big earthquake in 花莲 yesterday 好 there was a big earthquake 有大地震 在花莲 昨天 好 英文的句型 会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直接翻 yesterday todian has a big earthquake 就错了 好 不行 那现在台中 正在淹水 好 淹水的话 可以用flux flux flux 这个字 there are some floods in taijong now 好 flux是可数的 他们觉得它是可数的 一场淹水 兩场 就一个地方淹水 兩個地方淹水 可能是这样 所以好几个地方淹水 some floods there are some floods in taijong now 你说为什么不用进行词 没有啦 有就是有 有这种东西就没有进 有可以有进行词 但是那个动词 看动词 那淹水 就是这样子 好 不能有什么 IMG出来 这里不行 好 接下来五六七 是很类似的句型 好 people over 超过六十岁的人 会觉得这个节目值得观看 超过六十 over sixty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 over sixty people will feel the program worth watching 好 不行 为什么 在英文的话呢 中文的觉得 就是都用feel翻 但是其实英文来讲 这个地方是不适合用feel 这个字 好 会觉得感 feel是你的感受 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他这边用一个find find 本身不是发现吗 但在英文的话 这也是指 觉得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有这样的意思 好 超过六十岁的人就是 people over sixty 好 will find this program 他们将会发现这个节目 worth watching 是很值得看的 好 但是我们中文不会说 会发现 他会觉得这个节目是很值得看的 这样子 所以呢 主词就是people 对不对 然后动词是will find 然后受词呢 this program 怎么样 worth watching 值得看 好 超过六十岁的人 超过七十 people over seventeen 好 那年轻人 青少年 teenagers 类似这样 就可以把它替代过来 好 那这种的话呢 有时候像这样子的修饰的词语 会放在后面 那其实它是一个形容词 词词句简说而来的 people who are over sixty 这样子 那这里也是一样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cooking will find this show fascinating 好 对做菜有兴趣的人 会觉得这个节目很精彩 那我们在 呃 台湾人要写句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 对做菜有兴趣的人 哈 这要怎么写 好 那你就要去注意到 英文这个东西叫做形容词词句 还有呢 形容词词句缩减之后 很多形容词 不是所有的 有些就可以放在后面 直接修饰前面的名词 好 大部分形容词是放在 名词的前面修饰它 但这种后卫修饰 不多 一般比较 对不起 今天怎么了 比较常见的都是像这种形容词词句 我把字句写出来好了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cooking will find this show fascinating 这个字就是很棒的很赞的意思 很多人看到这个字会念不出来 其实这个s跟c就念一个音 fa 然后这个mc i se-nating 有沒有很简单了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好 所以呢 对做菜有兴趣的人 那这里可以省阅料 所以变成people interested 这样子 好 想搭油轮的人怎么办呢 想搭油轮的人 这个东西 想搭游轮这样的动词 我要怎么样把它分到人的前面 没有办法 好 所以在英文的话 你的形容字就会变成 people who are thinking of taking a cruise should stay tuned 好 人又是人了 这边是不是都是人 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好 想要搭游轮的人 who are thinking of taking a cruise cruise 就是那个游轮 好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should stay tuned 好 stay tuned 是广播啊 还有那个电视 常常会用到的 stay tuned will be right back 就是不要转台 我马上回来 这样意思 好 所以tuned stay tuned 就是停留在你原本的频道 就是 就不要转 这样的意思 好 那昨天跟同学讲到一个叫做channel surfing 这个顺便分享一下 就是在那边一直转台一直转台一直转台 我只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 就是一直转台 因为拿到那个遥控器就喜欢这样 一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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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很烦 好 这个就叫channel surfing 那就是慢慢转转转转转转转 看有什么好看的 也没什么不好 好 再来 今天晚上电视有一部很棒的电影 今天晚上电视有一部很棒的电影 我这边顺便改一下 不然我等一下会忘记 好 电视有一部很棒的电影 你是不是有想到 TV has a great movie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要用there is there are 好 那今天晚上因为是未来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用be going to的句型 There's going to be a great movie on TV tonight 但是杰西还是有看到 同样的 同样教材里面 他也有说到 There's a great movie on TV tonight 好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啦 好 你要用现在 因为我现在在陈述这个事实嘛 对不对 或者我要用未来 其实两个都可以 好 那你明天晚上要看电视上的网球警 标赛吗 明天晚上 所以是未来咯 Are you going to watch 电视上的通通 看的通通用watch The tennis tournament 这个字也看起来很难 其实它真的不难 好 这个就像转 转弯那个转叫turn turn 好 那这个轻音节二嘛 turn up 那这是ment 名词结尾 tournament Are you going to watch the tennis tournament on TV tomorrow night 好 那记得 这个时间都是往后放 对不起 网球警标赛 就是有看网球人就知道 他是这样一直打一直打一打 所以叫tournament 好 最后 我觉得那些节目 超无聊的 为什么要考这个 因为大家就搞不清楚 boring跟bored I think those shorts are really boring 那些节目是无聊的 那really interesting 真的很有趣 那记得复述 好 然后不能 这边可以用really 这边也可以用fairy 可以用really 也可以用fairy 因为这是形容词 假如是动词 就不能用fairy 只能用really I really like that show 真的很喜欢那个节目 好 今天就到这边为止 然后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念日文 有念日文的话再放日文的翻译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的英文越来越有进步 那今天记得把这个there is 这个句型记起来 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was 这样子 还有这个people 这种修饰的用法 大家记一下哦 谢谢收看 拜拜